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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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階梯很高 也是 唉 看這個 真的很低耶 很低下 到我這裡而已 高度 這是我們祖先對整個 設計的功能來講 尤其是從颱風來的時候 把它避起來上來 防水溝都在外 那個排水溝在那地方 在整個建築來講 都有它的排水左右 這個房子為什麼那麼低 你知道嗎 他把這個房屋當成他的朋友 當你在打個招呼的時候 你要點個頭或是揮個手 所以你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蹲下來 以千輩的心來進入這個房子 因為這樣子 要蹲居一下 就有謙卑的禮貌性的感覺 而且我發現它這邊 雖然已經很低了 可是它裡面還有在增高 因為是為了要防水 防水用的 因為 沒有辦法在增高度來講 高度來講的話 它是以當初設計這個房子的人 來製作這樣子的那種結構 現在一百多年啊 一百四十二年的歷史 對 那我從小就住在這個地方 裡面還有一個深度 裡面還有 可以出去看喔 裡面是睡覺的地方 可以嗎 這個就是入口嗎 對對對 欸 怎麼好像一個小窗口 要很靈活很柔軟度 對 那個上面沒有很漂亮喔 欸 這是魚 魚跟那個羊腳 羊下餓 所以裡面還是可以在做食物 對 這邊 是它在這邊煮飯的 所以是在這邊煮飯的耶 對對對 它上面是木材 因為它要燒 所以這裡可以烹飪也可以睡覺 對 都不會有影響啊 對 你們這都是拉門的小窗口的感覺 對 而且為什麼它要做這個 這個高度不能再高一點 喔 最重要就是它做這個 我們有四個門喔 第一門是那邊 第二門 第三門 第四門 那第一門來講的話 是供給那個婦女在這邊活動 喔 就是存在煮東西的時候 對 就從這個門來活動 打開來活動 任何人都不能進去 那第二個門呢 第二個門來講的話 是那個 它睡覺的時候 是從這邊進來 進出 不能從那個地方 喔 所以這個門是歸屬主辦 這個是睡覺出入口 那這個門呢 是 第三門是給貴賓 喔 貴賓讓他進來的 喔 所以 從那個地方進來 那第四個門呢 是 這邊有人家 家裡面有人發生死亡的話 他要送人的時候 從最 第四個門出去 喔 所以一般來說 最後門是不再開去 對 喔 每道門也有代表他的 在進出的意義在 沒有錯 是 那很多 很多習俗很細微耶 南語的習俗就是這樣 而且我看很多羊角 是羊角嗎 對 羊角 為什麼要放這麼多 拿來勸要 第一個是來做裝飾用 第二個來講的話 是 一般來講 他的迎賓來這個地方 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會 要呈現評語給你的 是看你這邊的家族 所有你裝出來的東西 所以說他這邊來講 如果說你東西越多 表示你社會地位越高 就象徵性的東西 放在屋子邊 屋子裡 讓人家就 不用問就明白了 對 就明白 放這麼久 他有沒有什麼保存的方法 他最主要的保存方法 是靠煙燻 他本身這些東西 他不會腐爛掉 就靠煙燻就可以了嗎 靠煙燻就可以了 像房子也是一樣 你別看那麼好 對啊 所謂的氣 那個氣沒有的話 他這個房子來講 你不燒東西的話 那個房子會塌下來 潮濕 還有在煮東西的時候 我們把整個家屋煙燻 那可以幫助這個 木頭 建材 因為那個白蚁會 吃那個 就會趕走他們 對對對 在那個情況之下 煙燻趕走 會注食木材的那些小蔥子 對對對 趕走這些東西 所以你能保存這麼久的 這個煮物的關係 有可能 就幾乎是煙燻的因素 是是是 還有我這邊 最特別給你看 介紹 這個就是 出生的地方 出生的地方 對 我出生的地方 那他會把我的一些 台版這一類 齊袋嗎 齊袋 放在這個洞裡面 對對對 你是說在這邊出生嗎 對對對 沒有錯 我這些髒的東西 就丟到這個地方 是可以挖一個洞 他本身就一個洞 他現在已經放很多洞 那所以每個主屋的都是這樣子嗎 是是是 本身就有洞嗎 還是說 本身他就是有挖這些東西 因為如果說 你出生之後 把你的肚臍拿到外面去 或是把你的胎盤 弄到外面去 他會用詛咒方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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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會講話 呃 呃 沒有冰狼吃囉 呃 沒有了沒有了 他沒有冰冰 所以說把自己小孩子的 那個期待 丟到這邊來 這是正確 所以這個洞是在 建造屋子 絕對就已經 拍好了一個洞 對對沒有錯 就是 因為每一戶都會有 後代子孫的新生兒 是是 所以就一定會放在這個 對 所以這個洞不止只有你的期待 呃 他有哥哥姐姐他嘛 那他放進去 那之後呢 就這個洞也不會封蓋 喔會封蓋 不會不會 對 蓋起來就是 喔蓋起來喔 所以久而久之你們 你會打開看嗎 嗯不行 因為他們有做一些 起伏作用 在這個裡面 會還有一個儀式嘛 對 那大概多久你們就會開 呃 我們不會開 永遠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生命 都是投入在這個地方 是 我生小孩 你不能把它分開 對 就是他們感情有點結合在一起 意思是這樣 這應該算是最早的 期待血銀行吧 不過這裡保存的 不是醫療健康用的寶貝 而是新生兒驚魂所聚之處 據說這裡只能存放 黑妞兄弟姐妹 這一輩的期待 黑妞小孩的期待 對存放在黑妞自己 獨立營建的家屋 否則會影響 老一輩人的身體健康 本來我們很難想像 人在這樣低矮的房子裡 要怎麼活動 兩位老人家 相當沒有拍攝意識的 就回復日常生活 看他們伸手矯健的 鑽來鑽去 就知道為什麼 蘭嶼老人家沒有胖的 像黑妞這種體格 勉強住進來 恐怕真的會 對老人家造成壓力 我們則是在屋子裡 左閃右躲 還是免不了 和老人家磕磕碰碰 一個心急不小心 還會拿頭 去撞人家的屋頂 工作還沒告一段落 一個個腦門掌包 頭淤目眩 達悟人的傳統住家 真的讓我們了解 謙卑的重要 因為只要強出頭 就一定會出事 好 這個看到沒有 這個是叫惡靈刀 很漂亮 那我所有家族的圖騰 都在這個上面 有有有有 有看到嗎 當地的那個 這個背面這邊還有 喔 有看到 為什麼叫惡靈刀呢 惡靈刀這個是拿來做 就像你們台灣有一個附身符 這也是附身符 對 這算一個附身符 還是這個 如果說我們送葬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刀弄起來 我們不拔起來 是 就像它這樣子一樣 那我們在挖的時候這樣挖 挖開 那碰到一些像樹幹 可以用這個 就主要是整理一些植物 對 那你要送葬 你要配配哪些 來我給你講 一個是盔 你放著 好 一個是盔帽 盔帽 對 也就是站帽 這就是站帽 可以試戴嗎 可以可以可以 站帽 很漂亮 有沒有 很威武嗎 對對對 這個就是盔帽 這都很久了對不對 對 蠻久了 這是阿嬤的 阿公的 阿公的 對 對 你穿錯了 穿錯了嗎 對 是穿成這樣 往後面穿 從後面穿 欸 是披著的 那前面的保護呢 對對對 因為 然後 還配配這些東西 把帽子可以打 這是掛在脖子上的嗎 這是掛在脖子上的嗎 對 對 放在右側 右側 好 鎖出來 對 喔 好 再把帽子 戴上 是 再拿一個 二鱗刀 再給你 好強壯啊 喔 這樣就可以出針了嗎 好 你要戴這個之前 就像 要送葬一樣 那一般來講 這個不能亂戴 這個 所以沒關係 你是台灣好朋友 來這邊 對 來介紹給大家 所以基本上 在那個時候 在做儀式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後期會 還是會有機會 穿到這些嗎 對對對 還是有機會 要少 當然如果發生事情的話 我必備帶這些東西 達悟祖是個天性愛好和平的民族 萬一發生爭執 就會戴上這樣的戰袍 互相丟石頭 只要有任何一個人受傷 就會結束爭吵 如果不是一些抗議事件 人們大概很難見到達悟人穿戴戰服 屋子裡還有一支特別粗大的中柱 這是支撐屋子的重要結構 據說蓋房子的時候 中柱底下會鋪很多鵝卵石 寓意多子多孫 這樣一棟傳統建築 反映蘭嶼的氣候 和達悟人以農漁為主的生活方式 也展現他們利用森林資源的細緻考究 達悟人從上山取得不同的材料 只在關鍵的梁柱使用珍貴的翻龍眼目 其他則依材料特性各安其位 而且反砍樹必造林 處處戒慎恐懼 蘭嶼才能成為永續之道 台東龍眼又稱番龍眼 是無患子科 番龍眼鼠植物 廣泛分布在亞洲熱帶雨林 辛吉內亞 美拉尼西亞 薩摩亞群島 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地都有分布 台灣則只分布在蘭嶼 學者推斷可能是達悟人 由菲律賓巴丹島引進 由於木質沉重 文理通質 台東龍眼是達悟族 及許多南島民族 用來造屋造船的建材 蘭嶼拼板舟的龍骨用材 就是台東龍眼